湿气从事不少人都存在的一种情况,这跟自己的体质有益的关系,也跟自己所处的环境有关,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湿气重,都是需要得到重视,采取一些方法来进行改善的。 我们人身上是有一些穴位能够去湿的,经常按摩会取得不错的效果,下面会为大家介绍一些湿气的基本知识,以及按摩穴位去湿的方法,如何判断是否有湿气。 一看状态,湿气明显的人士常常感到身体特别困倦,懒得活动,头重如果,头脑不清爽,关节沉重,浑身酸痛,这是湿气粘质。 组织经络的表现,此外,这些人士还常有胸闷的感觉,要常呼一口气才舒服。 二看大便,体内湿气重时,大便往往稀烂不成形,就算大便基本成形,便质也很松软,而且容易粘在马桶上很难冲走,人也总有大便排不进的感觉。 三看胃口和食欲,湿气重的人士到该吃饭的时候,没有饥饿的感觉。 而且什么也不想吃,吃一点东西就感觉胃胀,日常有一年的胸脑体温感,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下去的东西,自己网上顶饰的。 就是典型的皮湿湿块表现。 四看体型,中医有说瘦人多香火,肥人多磐湿,吃胖体型的人多有水湿,严重者还会出现下肢谁种等问题。 五看舌头,判断有无湿气最准确的方法就是看舌,还是正后的人士尝试舌淡胖,舌边有齿硬,还白腻,而是热症后的人士尝试舌红抬黄腻。 六看小便,小便往往表现为尿不多,但次数多或尿都不痛快,又灼热或色痛感,个别女性朋友还有白带量多,这些都是施气重的表现。 身体有三个趋势口,一夜窝,集权学,集权学位于夜窝顶点,在野动脉的搏动处,集权学是心经的重要学位,它与心相连,汇集了很多与心脏相关的神经和血管。 大家可以常常按柔或波动,一次三十六下左右,一天按两次,可以起到疏通经络,调理睡眠的作用。 缓解心机,凶暗的状况,经常按一按集权学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排出湿气的,所以身上有湿气的时候,不妨经常按一按这个部位,二溪窝,伪中学,伪中学位于腿窝的中心点上,走的是膀胱经。 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趋势排毒通道,而伪中学就是这个通道上的出口,如果这里被堵住,湿气就很难从身体排出,关节炎,腰酸被痛等疾病就会发生。 平时可以按柔伪中学,每次敲打三十六下左右。 三肘我,趋持学,趋持学位于肘横纹的外侧端,趋肘曲学,在手肘关节的弯曲欧陷处。 所以生活当中想要去除湿气的话,不妨在家按按这个部位,是可以帮助我们排出湿气的。 配合度积极药,趋势更彻底,值得注意的是,按摩学位趋势只是提到辅助作用。 如果真的想达到彻底去除湿气的效果,还是需要调节全身器官。 在国内知名养生周他,曾介绍过一种非移民方天相亲湿贴。 此方精选十六种上等药材,里面有八种方向型药材。 此方贴肤后,对内可调理皮,喂,肥,肾,对外消除湿气以发的嗓子发痒。 口嘎,口哭,口渴,全身肌肉关节痛,头晕头痛,皮肤油光,满脸起动,大便康熙而根门色痒。 皮肤是症等等表症,促进化湿功效,常常两天就见效。 芳香化湿是中医趋势的核心基础,度气级药,更符合趋势原则。 双管齐下,趋势更为彻底,因为此方是国家重点扶持的传统中医对象。 所以在网上也是可以找到的,无论是自己使用,还是送给家人,朋友日常养生,都是很好的。 三个方法交易去除体内湿气,一避开湿气的环境,我们人体内产生湿气,除了自身代谢的问题以外,有很大一部分和环境有关。 经常在潮湿,阴冷的环境中,就容易导致湿气入亲体内。 二,饮食清淡,肠胃系统关系到营养及水分代谢,最好的方式就是适量均衡饮食。 九,牛奶,肥肝后味的油腻食物不易消化,容易造成肠胃脉脏,发炎。 甜食油炸品会让身体产生过氧化物,加重发炎反应。 生冷食物,冰品或良性蔬果,会让肠胃消化吸收功能停滞。 不宜经常使用,如生菜,沙拉,西瓜,大白菜,苦瓜等,最好在烹调时加入葱、姜,降低蔬菜的含量性质。 三越来越要运动,体内湿气重的人大多数都是饮食油腻,缺乏运动的人。 这些人常常会感觉身体沉重,四肢无力而不愿活动,但越是不爱运动,体内预计的湿气就越多,久而久之,必然就会导致湿气供入脾脏。 也发一系列的病症,运动可以缓解压力,促进身体器官运作,加速湿气排出体外,泡步,歇扫,游泳,瑜伽,太极等运动,有助火化气血循环,增加水分代谢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